韩国男子团体BTS防弹少年团 上个星期完成了纽约 Love Yourself巡回演唱会之后 继续把演出带到英国伦敦 一连两场演唱会作无息息 成员之一田舅国在开唱前 不小心撞伤脚 演唱会过程没有参与舞蹈表演 只能做着完成首场欧洲演唱会 另外有疯狂的英国男粉丝 进行整容手术 在五年里花了超过7万5千英镑 相等于超过70万令吉 把自己变成成员朴志敏的模样 一起去看看 韩国男团BTS防弹少年团 以歌舞魅力和音乐实力走红全球 他们如今抵达英国伦敦 当地时间9号和10号 一连举办两场Love Yourself巡回演唱会 两场门票全数授庆 根据经纪公司发稳告指出 成员们在演出的两个小时之前 结束彩排和音响检查工作之后 在等候室稍作热身的时候 成员之一田舅国的脚后跟 不小心撞到家具边缘 导致皮肤出现焦大裂口 因此只能坐在椅子上 完成演唱会 虽然如此 他的主唱实力丝毫不受影响 自2013年组团至今 他们对粉丝有极大的影响力 一名来自英国伦敦的25岁男粉丝 欧里 在2013年无意间看到成员 朴志明的演出片段之后 深深为他着迷 欧里随后就在五年里 花了超过七万五千英镑 相等于超过四十万令吉 把自己整容变成对方 十分疯狂 七个大男孩在舞台上 尽情挥洒自己的汗水 享受这个舞台 激情澎湃的表演让台下粉丝 挥舞荧光棒 呐喊声从不间断 我认为他们的音乐 我认为他们没有听到他们的音乐 所以即使你一直不明白 他们的音乐 你会当时听到他们的音乐 这是我当时听到他们的音乐 他们的音乐有很多正确的能力 很难找到他们的音乐 他们真是真正确实 我们只爱他们的音乐 成员之一的敏门齐坦诚 对于韩国男团能够来到伦敦开唱 证明了凡事都有可能 鼓励粉丝不要小看自己 BTS在今年两度拿下美国 Billboard200强专辑榜 不只破了记录 5月发行的第三张专辑 以及改版专辑 也再次的登上这个国际榜单 两度攻顶的他们 创下了非英语圈歌手 入榜无数次的首次记录 NT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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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